文章分類跟後續的調整 那你現在對這個有關聯喔 其實在新的文章前要先做分類 再看一下 這是我們所有的分類 當然如果還可以做修改 老師使用的不好 這邊可以修改 也可以把它刪掉 那文章在這裡我們看一下 再點全部文章 以這邊來說 老師這個忘了分類 世界遺產這個 我們要點編輯吧 我發現在那邊套用無效 點編輯的地方在這邊再來做一下分類 所以這個該很重要 我再把它歸到哪裡 Google項目這裡來好了 好就點更新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我們側邊欄 這是我們網頁 我們來點這個網頁的地方 點起來 更新完以後呢 來 我們剛不加了 在我們小工具加了一個公文 叫文章分類嗎 如果對使用者來講 他想找 我想找跟Google相關 相不相關 這邊有三篇 點起來 這是第一篇 這第一篇在這裡 無限空間 第二篇是AR 第三篇就是世界遺產 這是我們剛做分類在這裡 所以 這樣對人家在找相關的資料就會非常方便 所以現在對這個架構有清楚 來 我們再回到這裡 點著點著 就會有時候連這個書籤也很重要 在這裡要先進行分類 那你 我建議你確保你的文章應該都應該在一個類別裡面 如果老師沒有就沒有也沒關係啊 我這個就不是他們類別就保持的未分類也沒關係 只是如果要改分的就從這裡來去改 那對使用者來說 他從這裡點的時候就很方便 我想找什麼 PowerPoint的這邊就五篇哦 只要跟PowerPoint相關的文章就五篇 所以在那邊點在查詢就很方便了 你可以再試一下